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购龙堡的马九边过孝 你跟我一起去 是 请不吝点 转发 八个口 快点 太阅 是田三里让你来的 是 三哥得罪了保安军物资处的董处长 他现在正乖在那保安军的大牢里 他让我给您送个话 让你赶快去把他救出来 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儿就等 客家 这件事情 好像不用你亲自出面吧 你不懂 他们支那的最强叫面子 田三里是我一直都想拉拢的的 但是 他好像一直在抗拒我 这次 我就给足他面子 好让他忠心耿耿的小力皇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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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姐 你没事吧 姐 照我说 我们就一块去 先把那姓董的给灌趴下来再说 是啊 是 你懂得 今天一口酒都不会喝的 姐 她就是想把你灌醉了 占你便宜 小致 去白安君给你三菱哥送点吃的 你别又想支开我 我今天跟她拼了 干嘛去你 我崩了 彩萱 就算移民账 我也宰在她手里头也不能看着你白白 一命换一命 你有几条命啊 宋小致啊 你以后要再敢跟我说这话 我的心一把掐死你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对得起我吗 我就是你对得起你我才想打死他 好 但凡你平时要是听我的话 也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听这里我怎么跟你说的 田三菱做事不计后果 我让你跟在她身边给她提个醒 她干傻事的时候告诉她一声 你听我话了吗 你干什么去了 可我 我也不能眼睁着看着你吃亏啊 你可一命换一命 我也不能看她们白白造成你的清白 清白 清白道歉去啊 这话可话说到这儿呢 你也长大了 我得把话给你说清楚了 你姐姐我早就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 你以为我在六锅饭店 就是陪人家吃吃饭 喝喝酒 跳跳舞那么简单吗 该干的我一样没少干 别这么给我连见见牌放 可姐 你是个什么样子 闭嘴 你姐姐我要是不陪男人睡觉的话 你能长这么大吗 你早就不饿死了 滚 滚 把钱好留点 娟儿姐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我来六锅饭店比你早 就没见过哪个男的碰过你的身子 小智他可是你亲弟弟 你 行了别说了 我要是不这么跟小智说的话 他肯定会去跟董最新拼命的 姐 就为了那个田三菱 你知道的吗 是啊 这世界上我就在乎两个人 一个是我弟弟 还有一个就是田三菱 可是你说如果要让三叶知道了 他还能娶你 他还能娶你 奶奶呢 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吧 是 他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处长 您还不干了呀 您今儿什么意思啊 一口都不喝 我今儿来呀 就没打算喝酒 不过呢 我倒愿意看着你喝 请吧 那我就再敬你一杯 好 好事成双 咱们再来一杯 好 好 先生 您来了 来来来来 你里边坐里边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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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王老爷子高寿啊 独咬功课 咱们天王阁下 没有他 哪来的大东亚共荣啊 是是是 得了得了 差不多就行了 喝多了伤身子 干吗呀 你不喝 你还不让我喝 我真是怜香细郁 得了吧 别说那么好听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比谁都清楚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清楚 你想把你自己关罪了 待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可告诉你 今儿晚上你要是不让我尽兴 这天一亮 田森林就是死尸一条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这就是你不喝的理由 是啊 我怕喝酒误事啊 你是怕你喝多了不行吗 我行不行 明天早上见了田森林 你告诉他去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不出来 你喜欢田森林对不对 可惜了 那小子他不知道疼你啊 从今儿晚上开始 也疼你 哎 你别喝了 别喝 没听呀 你待会儿都睡着了 这 这不都可惜了吗 你不让我喝多了 我怕我忍不住会再多喝 好 痛快 我喜欢你这样的 我特喜欢 我 我们刚刚把寿司送到 就听楼上轰隆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冲了下来 下去 为什么 你总会就现在这样的场合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命好 老能赶上这种大热闹 我已经盘回过了 所有这里的人员 他们说 就在爆价前的一刻 有一个人 从你们身边匆匆地划过 你记得他的想象吗 不记得了 不会 我记得在料理店的时候 就算来过一次的课里 你都会过目不忘 为什么 现在你却记不起来了呢 确实是 过目不忘 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本领 可这次实在是特殊 因为晚上 还要跟小林师傅比赛厨艺 所以 对啊 潜天夫人不是已经把请柬 送给高牧客长了吗 今天晚上是争夺大厨之战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会忘呢 你留在这儿 继续检查 走 走 太美了 幸福了 来吧 来吧 宝贝 谁呀怎么这么不张眼了 杀力 明白了 我得明白 明白了 你明白 明白了 明白吗 滚 你能喝多少酒我心里有数 以后别干这种傻事 为了我不值得 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不想 我去当日本人的走狗 可你别忘了 我天才能早晚睡掉了 行了 别说了 你走吧 我再陪你坐会儿 你放着我 叶森林 这十当乱七八糟的 我能不能 就一直这样跟你 踏踏实实地在一起 你说心里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真的 不是我心里面没你 这个世道不是 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咱俩就能在一起啊 我现在不能 我 贫贱夫妻百事爱 我一个山东来的穷小子 刚来北平洞的时候 穷得跟药犯得差不多 我在跟你一个人 玩仙人跳的组 咱俩混到一块儿 啥时候能混出个头来 可是你看那些 拉洋车的 捡卖球的 卖白菜的 你照样不好好过日子了吗 可我不能拉洋车 卖白菜捡卖球 我拉着小推车来北平的时候 我就发了事了 我一定得混出样子里 我不能让人敲不起我 我得站得住立的位 我不能让人踩在脚底下踩过去 我得让他们叫我爷 我得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行了 我明白了 你不就想判告证吗 可我也告诉你句实话 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 行了 咱不了那事了 瞧这小脸 这裤子都花了 这等着 在八大胡同开张的时候 怎么着不混个头牌 看什么看啊 还不赶紧走啊 卷子 就当咱俩认识的不是个生 就当我天三里 没这个福分 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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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给一个家了 还不想要的 你把人家给你脱钩了 那就开心了 你把人家给你脱钩了 那我没这个家了 你让你脱钩了 你把人家给你脱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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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赖了吧 抱歉 让各位久等了 跑月楼出了点意外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小泉师傅 请去准备吧 今天请二位师傅用五分钟的时间 为我们做一道最简单的 但是最考验厨艺的北海道风味料理 蛋香雪鱼羹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小泉师傅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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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律师傅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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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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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讲了 小泉媳妇从食材的选择下 已经上去了 福利 最后的事情 就请你去理吧 失礼了 威尔林 又是你搞鬼 威尔林 你说 是不是离开后边搞鬼 你说呀 有本事 打得方棒地跟我比一场 少跟我那儿来的李子龙 听见没有 小林姐别闹了 既然输了就勇敢地承认吧 我呸 你懂个屁呀 你个臭老娘们儿 小林师 阿夫人 阿夫人 我错了 你听我说 我不是 我 我老子有毛衣 不是 不是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骗你了 你赶紧走吧 不是 你别让我走啊 我出了什么 我爸也不会 我出去我就饿死了 夫人 我错了 我求求你了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求求你了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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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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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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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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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信放拿下了 我给你的信放拿下了 信哪 小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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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拿下了我的信 信 信不信 不想让我好 谁也保险好我 小林军 我们冷静一点好不好 我们不要跟他斗了 你们根本斗不过他 我去求夫人家里 求他 求个屁 大不了我混蛋 我不干了行吗 欺负人欺负得太过分了 欺负人 就算只为他哪个点备的 我给你的信哪 放哪儿啊 我 你不说是吧 我再写一封 行吗 小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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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刚出去了 哦 小林军 我刚刚出去了 哦 小林军 我不让你走 我们不要再惹事了 我真的好担心 你担心个屁 你别拉我去嘛 走开 你送开我 你拦我干嘛呀 你送开 送开 送开我 小离 小离 小离姐 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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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离小离 大哥 这次行动啊 总算是有惊无险 二连 你也可以松口气 对 对了 还有事啊 那马锦城死了 你们知道吗 听到消息了 是咱们人干的吗 不是 不过不管谁干的 都打进了敌人的气眼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还没有 那个 他呢 从我们店订了寿司 我给送去了 他被杀的时候 我正好在现场 你看到什么 没有 最近外面一直流传着一些 出监团的说法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是谁干的 那 对你们来说 这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啊 从打击敌人气焰的角度来讲 这真的是好事 不过我们一向把工作的重心 放在磁探情报 和发动抗日群众上 要知道啊 鬼子一旦查不到线索 很可能把发泄的对象 放到无辜的百姓身上 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是不支持这种行为 那 要不要我去打听打的谁干呢 那就不用了 你还是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至于出监团 如果确实是一些爱国人之所为 我们有必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能让他们做无意的牺牲 行 该说的呢 我也说差不多了 我先回去了 对了 明天老板娘啊 给我放了半天假 我想回家里 处理了人家里的事 好 注意安全 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懂 慢点啊 科长 我一直不明白 这个装置是用什么来触发的 书长很早啊 他利用短路的电线 引蓝酒瓶里的器用 而这个夹子 就是触发器 定时器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冰块 原来是确言 根据这几次的经验 我肯定 这个杀手 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你是说 是职业杀手 呀 香烟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夏丁 是用万丽翔商行 从海外直接进去的 这里是 Gent 差到分销名单 我收拾 司令师兄 让我们赶紧过去一趟 先把手抖的屎放一放 什么 他冰倒了 是 他就是因为心里太难受了 所以才会 不如说是自己心上太过狭隘了吧 是 是 夫人 可他已经知道错了 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我求求您了 您就看在我跟随您多年人的份上 还有 你不做大厨也可以 您让他干什么都行 您只要留下他 夫人 我求求您 您就心情好吧 不要再说了 今天晚上可以留他一夜 明天就赶紧让他找个地方自己帮出去吧 非要让我亲自驱赶他 恐怕大家的面子就不好看 这都安全 我ır了 Var 一个个事 你现在要帮我 大厨 就是 훈 你 你 你在外头给他娘俩找个住的地儿行吧 别啊 这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怎么要搬出去呢 这姑姑母的 我明白了 娘 其实嫂子跟大哥挺般配的 您瞅着心里不舒服 也不能把人撵出去啊 不是 二林 这不赖大娘是我自己非要搬走的 嫂子 是不是我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他那人你还不清楚吗 说什么也一说 都无心哪 二林 以后你别管我叫嫂子了 让人听见不好 大林她心里有别人 她一宿一宿不回家 她都跟梁小姐在一块呢 不可能 你不常回家 有些事你不知道啊 一宿一宿不回家 跟梁小姐在一块呢 大运这硬要走 那也拦不住 就算走的话 也得等大慧回来再说 你大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你问他啥他都不会说的 再说了 他对我们娘俩 照顾得已经可以了 我不能再在这儿住着拖累他了 那这样吧 我以前住那房子还空着呢 东西也齐全 你带豆子 先住那儿吧 然后再做打算 您看行吗 小林俊 就喝一口吧 好 好 妹子 你们这是去哪儿了这些天 也不跟我吃一声 让我这么想你们 谁是你妹子 天津 天津有个朋友结婚 去凑了凑热呢 怎么样 家里还好吧 家里没什么事 但是仓库出了点事 您还真得去瞧瞧 过两天再说吧 今天有点累了 可能您还真得去瞧瞧 我还给您准备了份礼物吗 行吧 咱俩好多天没见着了 我还真有好多掏心窝子的话 得跟您聊聊 来 进去 进去 这房子啊 是我以前当削图书住的地方 小呢 小了点 但是挺清静的 以后得闲啊 我再找个更敞亮的地方 给你们住 不小不小 挺好的 多少钱房租 我先给你一个月的 这不搭我脸呢嘛 什么钱不钱呢 其实心里边啊 我们早把你当我们家人了 以后什么需要的 静友跟我说 是不是逗了 逗子 听娘的话 上院里玩会去 啊 别跑远了 去 二琳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你坐吧 好 你 你说吧嫂子 我听你大哥说 你是给日本人干活的 就这事啊 混个饭吃呗 你是有手艺的人 可哪不能混口饭吃 非得给日本人干活吗 嫂子 我这活儿啊 就是猪八戒照镜子 两头不是人 干好了日本人高兴 老百姓当我汉奸 干不好啊 小命早没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你大哥 和老钱 都被日本人害过 不过你大哥是个好人 我相信你也差不了 这日本人啥事都干 你可别跟他们搅和到一块去了 要不然将来 那可真是有受不了的委屈 我这算什么 我那委屈跟您那比起来算 都不是事 不过嫂子你放心 跟小鬼子之间啊 早早晚晚的事儿 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 还有一个事儿 我知道 就是我大哥跟那梁小姐之间呗 你放心 什么事都没有 别往心里去 那天我叫大哥啊 好好跟你说清水不完了吗 好 干我来这儿干什么 一会儿您也知道了 我给您准备了份大礼 怎么样干您 这个坑跟您当时挖了要买我那个 差不多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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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